它这边叫你找出equation 然后它平行于它 然后又经过P 你想像我现在有两条线 然后它平行了 所以我的gradient1跟gradient2之间的关系 是gradient1等于gradient2 然后假设我给的这个equation 是我的那一个 这个是我的equation1 那我现在要找的是equation2 所以我的这个是equation1 这个是我equation2 然后equation2呢 它又经过一个点P 然后xy 所以它要你找出equation2的这个equation出来 所以在这边呢 我的a的这一体呢 y等于3x加9 所以我的gradient等于3 所以我的gradient等于3的时候呢 这个是我的gradient1 所以我的gradient2等于gradient1等于3 OK 然后它又经过p27 所以y等于3x加c so x等于2的时候 y等于7 7等于3乘2加c c等于7-6等于1 所以y等于3x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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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的 v的部分y等于-2x加7 所以我的gradient1 所以我的gradient1 可以等于gradient2 等于-2 so y等于-2x加c 它经过-3 4 都-3 4 所以我的x等于-3 的时候y等于4 所以4等于-2乘-3加c c等于4-6等于-2 so y等于-2x-2 然后c的部分呢 我这个3x加2y等于4 2y等于-3x加4 y等于-3-2x加4 4除2 所以我的gradient1等于gradient2等于-3-2 so y等于-3-2x加c 它经过-2-6 所以x等于2的时候y等于6 6等于-3-2乘2加c c等于6加3等于9 所以我的y等于-3-2x x加9 ok 然后d的部分 我就有x2加y3等于1 所以我的y3等于-x2加1 y等于-3-2x加3 so我的gradient1等于gradient2等于-3-2 然后过后 然后过后我的y等于-3-2x加c 它经过-129 so我的x等于-12的时候y等于9 所以我就有9等于-3-2乘2-12加c 然后这一边呢 我就越减-6-18-18加c 所以我的c等于9-18等于-9 so我的答案 所以我的答案会变成y等于-3-2x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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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